Mavis 牙膏 有多莉雅 貝克漢說 Mavis 牙膏是她晚上除了睡覺 第二件期待的事 包括香港朝人黃偉文 英國時尚女性Alexana Drum 男性黃曉明 都是Mavis 牙膏的愛用者 Mavis 牙膏創立於1958年的 義大利弗洛倫斯 創辦人El Franco Theratilabella 為了再度告白而研發出Mavis牙膏 雖然終究無法圓滿她的愛情 但不只讓吸血鬼有了第二次機會 也解救無數苦疑因為抽菸、喝咖啡 而牙齒變黃有持垢的男人 她從創立開始就是以結牙造成 她的結牙是專門去消除 因為抽菸造成的持垢 從創立以來就是一直以旅館的包裝 然後再加上它的瓶蓋 是一個古典的裝飾花朵 六角形的裝飾花朵 但它的這個設計 除了它的美觀之外 它還可以直立在桌上 Mavis牙膏至今成分未曾改變 仍以傳統方式製造 質地濃稠 1997年被義大利Martini家族收購 讓Mavis牙膏的傳統變成一種時尚 創辦人L.Franco Saldivilla 稱Mavis牙膏為牙齒的香水 我想無論傳統或時尚 Mavis牙膏現在見證著 所有人生命中的各種重要時刻 你爆料給捐款啦